一群孩子从小就像野狗一样被圈养 每天封闭训练 互相残杀 赢了的人才能活下去 最后能活到成年的 都是顶尖杀手 彭 就是这条恶犬中最恶的那条 人命对他来说 不如一顿饭重要 就像这次 目标出现了 他却不着急动手 而是手嘴病用 吃完一盘饺子 像条恶狗一样 再走到目标人物面前 他还没来得及跑路 就被一群警察堵在了大排档 彭携失了一名警察做人质 他愿被我们想象的残忍得多 没有谈判 当着所有警察的面 把人质捅了个透心凉 你我拿他没办法 因为人家投降了 投降了警察就不能开枪 只能先押回去了 同中彭把自己手指掰断 挣脱了手铐跑了 就问你恨不恨 他跑到了一处垃圾场 累运了这里的男主人 女儿目睹了一切 非但没有激怒 还傻傻地对着彭笑 因为他常年被父亲侵犯 彭对他来说是个大救星 彭面对了人畜无害的小女孩 也没有了恶狗般的凶狠 甚至会贴心地给女孩穿裤子 因为语言不通 彭在纸上画出小船 是一女孩 骂头在哪里 可女孩却在船上 画上了两个小人 表示想跟彭一起离开 彭不愿意 把纸团揉碎扔在了地上 女孩好伤心 绝望地自言自语 可就在这时 警察顺着线索找上了门 他是警队的精英 却从来都是跟上司对着干 餐厅发生了命案 也是最后一个赶到现场 可是他却能紧一眼 就找到了凶手逃跑乘坐的出租车 顺着线索 他在一处废弃垃圾场 找到了杀手彭 两人扭打在一起 没有套路 疼换疼 手嘴并用 像极了狗咬狗 将之时 女孩搞偷袭 救下了彭 彭赶紧带女孩逃窜 却不小心踩中铁钉 就在这时 另一个警察支援来 彭一把把他从车上扯下来 就像疯狗一样乱咬一通 抢走了车 绝尘而去 阿伟惊吓过度 失手杀死了女孩父亲 身为警察 没抓住嫌犯 又误杀路人 在这一刻 阿伟彻底疯魔 另一边 彭看到了码头方向 他本可以一走了之 可他再看一眼小女孩 恶狗在这一刻 有了良知 他把女孩送进诊所 自己去码头杀人抢船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刚进门的那一刻 就有人给警察报了信 阿伟火接火燎赶过来 逼问女孩彭的下落 他即使再害怕 也闭口不提 女孩情况越来越糟 医生建议女孩去医院 救人第一 警察兵分两路 一路人在这里等着彭回来 一路人送女孩去医院 可就在去医院的路上 正好被赶回来的彭撞见 彭追到一处废弃工厂 可单凭一个警察 根本就不是彭的对手 很快就被彭反制挟持 而另一个警察 却挟持女孩做人质 要求换人 彭没有废话 抬手一枪 精准射杀了警察 又把手里的这个 踹到马路 被车活活压死 此刻 上司和阿伟被彻底激怒 完全没有了警察的正义 对着女孩拳打脚踢 逼彭现身 在暗中的彭被激怒 拎着榔头 发出狗肺声 顶着子弹 残忍地打死了上司 阿伟与他对枪时 又被一枪爆头 彭带着女孩 偷偷回了柬埔寨 本因为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 可故事 还远远没有结束 这个警察对着 同样是警察的父亲开枪 因为他亲眼目睹了 警察父亲跟糖粉贩子做交易 此刻 他心中的信仰崩塌 从此以后的十年 他一直浑浑噩噩 在一次追贼的任务中 误杀了无辜路人 自己的搭档全部牺牲 自己还重现昏迷 在他醒后 不仅得知了队友无疑幸免 父亲也畏罪自杀 此刻 一向正义的阿伟 彻底黑化 他必须报仇 另一边 彭帮女孩带回了 从小长大的拳馆 没想到 老板把他像狗一样丢了出去 因为他在香港惹事 被通缉 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 彭只能带着女孩 一边逃亡 一边流浪 过着简单 却又快乐的朴素生活 回多久 女孩怀孕了 彭为了给女孩送手术费 只能又选择回拳馆 打拳赚钱 这次老板同意了 而你看他的对手是谁 没错 正是阿伟 此刻的阿伟 也在脖子上刻下编号 像疯狗一样 与别人厮杀 而他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找彭报仇 彭没有恋战 跳楼投跑 因为他的心里有了牵挂 早已不是那条 不要命的疯狗了 阿伟紧追上车 在一处阔究的寺庙逼停 阿伟与彭的恩怨 终于要做一个两断了 两人这次依旧没有套路 以腾换腾 以血换血 最终彭夺下了刀 阿伟趁机挟持了女孩 让人们想到的是 彭主动跪下 把刀横在了脖子上 急救阿伟 用自己的命 换女孩的命 能趁机冲上去 刺死了阿伟 彭用最后一口气 给女孩做了剖腹铲 随着婴儿的啼哭声 阿伟彻底断气 彭也弃绝身亡 正如电影的宣传海报上所说 生命只能以另一个生命为代价 才能活下去 狗咬狗 更像是对价值观的强烈冲击 三个主角 不顾让人感到绝望 信仰崩塌的警察 为了活下去 杀人谋生的杀手 还有一个被父亲糟蹋的弱智女 他们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 就好像每个在灯红酒绿 而与我扎的世界利俗的人 努力想要与生命对抗 最终却回到原点 没办法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冰冷的运转着 而全篇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 找人找人 先找回自己吧 好了我是AJ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记得点赞关注双联 我们下期再见